大家好 欢迎来到火焰新闻线 一人工作室制作不易 希望大家可以加入我的YouTube会员 俄乌战争进入第882天 乌海军发言人普莱腾丘克上尉 在电视马拉松联合新闻中透露 俄军为保护克里米亚大桥安全 除了严密检查过往车辆 缩小航道 同时使用老旧飞机24小时空中保护 使大桥免受无人机和无人艇的袭击 该发言人称 俄方根本没有提供巡逻和保护大桥足够的船只 因为这些船只受到了乌军无人艇的频繁袭击 俄军在靠近大桥的海面上放置了舶船 缩小了能通行的航道 以方便控制和减少水域 俄军同时在空中实施24小时监控 部署了直升机、巡逻机、侦察机、轰炸机和战斗机等各种机型 因为现代化战机不足 他们甚至启用了退役多年 老吊牙的B-12N26型号飞机 似乎是证明乌军有能力袭击克里米亚大桥 7月23日凌晨 乌克兰无人艇袭击了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州 高加索港的一艘渡轮 这次袭击导致了渡轮火灾 船员河港口工作人员中有一人死亡 数人受伤 高加索港位于克赤海峡东岸 离克里米亚大桥近15公里 是俄军跨越克赤海峡的重要后勤不极限 乌军无人艇成功袭击这个港口 意味着乌军有能力突破 俄军对克里米亚大桥看似极为严密的保护伞 俄罗斯方面 乌克兰无人机在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 卡瓦拉港袭击了俄罗斯杜伦 斯奥维纳 大概在这个位置 据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报告 杜伦 斯奥维纳遭到了严重的损坏 俄罗斯人指责说这是恐怖袭击 但乌克兰方面称 俄军用这艘渡轮运送用于军事目的的铁路车辆 车辆和集装箱属于合法打击目标 斯奥维纳是俄罗斯在该地区拥有的第三艘 也是最后一艘铁路渡轮 由于克里米亚大桥经常处于关闭状态 失去斯奥维纳后 南线俄军的后勤雪上加霜了 比尔哥罗德方向 俄罗斯空天军向尼克尔斯科耶村投掷了一枚制导炸弹 这应当是俄军第四次或五次将制导炸弹投到自己的地盘上了 回到乌克兰战场 波克罗夫斯克前线 亲屋的Deep State尽早更新的地图显示 乌军第31机械化旅低营和第三营的部分士兵 可能会被包围在洛祖瓦斯克地区 来自47旅的增援部队 无法阻挡人数优势的敌人 从前年历西昌斯科的惊险撤退到后来巴赫木特阿富迪夫卡的略险混乱的最后一分钟撤离 希尔斯基似乎特别喜欢战斗到最后一刻 这个风格我觉得并不明智 还是应该注意保存有生力量 在另一个方向 乌军第110机步旅 7月23日在顿涅茨克州波克罗夫斯克地区又击落了一架俄罗斯苏25战斗机 当时这架被摧毁的飞机与另一架C-25一起试图向乌克兰士兵震得开火 乌军用高射炮打下了这架俄军战机 这是该旅最近三个月击落的第11架俄军苏25攻击机 就在7月19日 士兵们在同一地点击落了另一架苏25战机 这种速度不快的对地攻击机 很容易被乌军手中单兵防空导弹和高射炮击落 但俄军依然如飞蛾扑火般扑向乌军阵地 新海里夫卡前线 过去24小时 俄军的进攻再次被乌军第79空降突击旅击退 到处都是被丢弃的摩托车 被烧毁的俄军战车 以及被弹片炸伤的俄军 此外 第79旅的侦察无人机 在顿涅茨克市方向发现了俄罗斯的TOR防空系统的踪迹 并摇来海马斯一击命中 最近基本上平均不到10天 就是一个新的里程碑 充分体现了克里姆林工不惜代价捞失地的思路 估计是为了多捞点土地作为谈判的资本 乌克兰国防部长乌梅罗夫 7月23日晚与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进行了电话交谈 乌梅罗夫透露 我们讨论了前线的最新事态发展和战场上的迫切需求 我重申了解除远程射击禁令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乌梅罗夫强调 乌克兰应有权使用援武武器摧毁敌方机场 因俄军战机从那里起飞 轰炸乌克兰城市和关键基础设施 美国政府暂未同意解除这项限制 俄乌战争爆发第882天 乌克兰总参谋部公布过去24小时俄军战损 歼灭俄军1140名 累计俄军57.01万人被歼灭 俄军伤残与阵亡人数比例约为1比1 摧毁14辆坦克 13辆装甲车 65门火炮 一个防空设备 77辆油罐车和后勤重载车辆 10个特种设备 摧毁33架大型自杀无人机 一枚导弹 本人综合各方面信息粗略估算 自2022年2月24日战争爆发以来 乌军官兵累计损失约13.9万人 其中死亡与重伤人数为1比1.5 另有约2.1万名乌克兰平民遇难 再来看看其他消息 天空新闻在7月23日报道称 上个月刚就任英国陆军总参谋长的罗利 沃克将军宣称 英国必须要在三年内 做好与俄罗斯及其盟友 发生战争的准备 到2027年 英军的战斗和杀伤能力必须提高一倍 而到了2030年 英军必须具备摧毁规模 至少是其三倍以上对手的能力 罗利 沃克将军还指出 尽管俄罗斯政府不断表示 无意与北约发生直接军事冲突 但罗利 沃克将军本人 以及很多西方人士认为 俄罗斯会想要报复英国等支持乌克兰的国家 重点是当你认为他们俄罗斯人已经倒下时 他们会咆哮着回来复仇 鉴于这些威胁 英国陆军迫切需要重建可靠的战斗力 以实现威慑未来战争的能力 而作为欧盟实际上的领头羊 德国大概也是这个意思 在接受南德意志报专访的时候 德军总监察长卡斯腾布雷尔透露 俄罗斯军队将在未来5到8年内拥有足够的装备和人力 从而具备对北约成员国发动进攻的能力 卡斯腾 布雷尔的观点来自于他自己的分析 情报机构和盟友资料 以及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声明 卡斯腾 布雷尔还表示 俄罗斯军队每年会增加1000辆到1500辆坦克 虽然考虑到绝大部分坦克实际上是库存装备启封 俄罗斯武器储存厂的卫星照片变化 以及大量储存装备没有启封价值等因素 这种速度恐怕很难持续 但现实北约最大的5个欧洲成员国坦克总数 仅有这个数字的一半 其中德军现在只有约300辆主战坦克 这也是德国等国开始购买更多主战装备的原因 如果这种能力与普京言论所表明的意图结合起来 我们应该警惕 我的工作就是考虑这种最坏的情况 对德军来说 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在五年内 为这种可能性做好准备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遏制这些人 欧洲国家正在积极扩军备战 在大量资金投入的支持下 不仅军事力量规模扩大 现代化速度升级 欧洲军工业也在重新启动 后者甚至带动了欧洲制造业的重新复苏 尽力将供应链控制在欧洲或友好国家 摆脱对俄罗斯及其支持者的依赖 这会在经济上对全球产生深远影响 与此同时 欧洲内部也在进行整肃 而整肃对象就是现在的欧盟轮值主席国匈牙利 即将卸任的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负责人 和赛普、柏雷利取消了匈牙利举办下一届欧盟外长和防长会议的权力 按计划 这次会议将于8月28日到30日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举行 但柏雷利宣布 会议地点改为在欧盟总部布鲁塞尔举行 匈牙利政府称 柏雷利的举动完全幼稚 在匈牙利成为欧洲轮值主席国后 匈牙利总理欧尔班的一系列和平使命出访 成功引发了欧盟大多数成员国的不满 欧尔班领导的匈牙利政府一直在亲俄罗斯 阻挠欧盟对污援助 批评欧盟 同时又依赖欧盟的财政支持和经济共享 按照欧盟的机制 除非匈牙利像英国一样主动脱欧 否则欧盟无法主动开除匈牙利 不过匈牙利政府的一系列操作 最终还是会影响到自己的经济利益 乌克兰政府在加强对俄罗斯卢克石油的制裁后 关闭了本国的输油管道 严重影响到了匈牙利和斯洛伐克 两国预计会很快出现成品油价格上涨 甚至短缺的问题 并进而影响到整个经济 这种经济上的影响 很容易就转化成匈牙利国内对欧尔班政府的不满 要知道前不久欧尔班的最大竞争对手 刚刚访问了基辅 而欧盟在面对匈牙利和斯洛伐克的控诉时 截至目前我们都没有看到什么实质性举动 匈牙利在欧盟内部实际上处于被杯葛的尴尬局面 7月24日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瓦表示 泽连斯基提出尽快结束战争与美国选举有关 不能指望泽连斯基的诚意 他正在两面下注 俄消息人士指出 如果泽连斯基想谈判 就会解除禁止谈判的禁令 这些目前都没有出现 泽连斯基正在寻求和平谈判的条件 而且是以乌克兰方案为条件的谈判 不是以俄罗斯方案为条件的谈判 此前 7月20日 英国前首相约翰逊坚信 特朗普不会放弃乌克兰 或果断而坚决支持乌克兰 并能够以对乌克兰和西方有利的方式结束战争 约翰逊还提到 特朗普的一个和平计划 就是回到2022年2月24日边界 至于是先撤退到2月24日边界再谈判 还是先谈判再撤军 还是俄罗斯希望的 按照实际控制线就地谈判 是个两难问题 乌克兰不会轻易放弃领土 俄罗斯也不会放弃 花费巨大代价抢来的土地 特朗普24小时结束战争的操作性不强 泽连斯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很高兴特朗普有24小时结束战争的想法 但问题是代价是什么 谁来付出代价 泽连斯基还认为 让乌克兰失去领土 忘掉一切取消制裁 俄罗斯赢得胜利 而且没有任何代价 乌克兰不会接受 泽连斯基强硬表态 世界上没有任何人能强迫我们这样做 任何战争都是以谈判结束的 谈判的条件才是最重要的 这并不意味着 泽连斯基说 想尽快结束战争 就是要投降 任人宰割 7月21日 基辅市长克里琴科表示 乌克兰可能不得不举行全民公投来实现和平 泽连斯基无法轻易达成和平协议 克里琴科补充说 如果没有人民的合法化 泽连斯基将无法独自达成如此痛苦而重要的协议 早在2022年 泽连斯基就表示 任何和平协议都必须由人民决定 显然没有任何一个领导人愿意轻易放弃领土签署和平协议 除非人民投票同意 认为只要泽连斯基签字 乌克兰人就投降 恐怕是一厢情愿 乌克兰人如果愿意投降 也不会坚持战斗882天 泽连斯基要求召开和平峰会 要求谈判结束战争和平 要求以乌克兰方案为谈判基础 实际上是划定谈判条件而不是投降 俄罗斯媒体渲染泽连斯基想谈判的新闻 试图打压乌克兰士气 但扎哈罗瓦明确表示 泽连斯基没有诚意 不过是在两面下注 库列巴在与中国外长会谈中强调 乌克兰高度重视中方的意见 认真研究了中国和巴西 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六点共识 乌方愿意并准备好 与俄方进行对话和谈判 当然谈判必须是合理和实质性的 旨在实现公正和持久的和平 他还表示当俄罗斯愿意真诚谈判时 乌克兰愿意与俄方进行谈判 但俄罗斯方面目前还没有这样的意愿 很明显乌克兰对谈判的态度并没有改变 显然乌克兰要谈判结束战争 而不是投降结束战争 换言之所谓乌克兰将向俄罗斯提出谈判要求 纯属断章取义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可以的话希望你可以帮我点赞订阅 有什么意见都可以留言分享 谢谢你的收看 明天和大家再见 请不吝点赞订阅